你以为文物都是这样的吗? 然而,还有这样的单萌角色。 你以为,人性化,环保是现代人的追求? 其实,我们的祖先早早就在实践。 刚灯内部的空腔是汉代人实现环保的诀窍。 灯点燃后,烟随热气流顺一锈进入空腔。 过程中,温度逐渐下降。 烟胎便附着在内壁,避免弥散,保持空气清洁。 听说,以现代的高科技仿制2000多年前的一件速杀单T失败了,为什么? 经过更深入的研究发现,原来,经过千年进化, 现代的蚕越发健壮肥胖,土猪的丝也就粗了很多。 残宝宝即使享受,却已经回不到当年细若游丝的身形了。 小朋友们,快来和图图Kids观看《如果国宝会说话》这部纪录片吧! 一起探索腰腰华夏,臣服千年的故事。